大病预兆,若出现指甲竖纹可能暗示身体四个不良情况,早知道早好,快分享出去吧。 生活过程中有的人在指甲上会有一些竖纹,而如果是正常情况下人的指甲是比较平滑的,而且没有任何的异常。 非常有光泽,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很多人都会非常的担心,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异常的表现? 其实如果是指甲上出现竖纹的话,很可能是身体出现了以下的几种情况,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无论男女,指甲若出现竖纹,可能这四个情况,早知道早好。 1. 压力大 如果是经常处于精神和工作压力较大的人,就会往往影响到平时的睡眠质量会出现失眠的情况,经常的失眠就会使身体中的新陈代谢和内分泌出现温乱的状态,这样就会导致身体就缺乏一些钙元素,就导致直接上出现竖纹的情况。 2. 肝肾异常 通过观察手指甲如果是出现竖纹的情况,而且颜色比较深,那就说明身体中的毒素比较多,而肾脏和肝脏是身体中的排毒和代谢器官。 3. 如果身体毒素和肾脏不能正常的排出的话,就会出现肾亏以及肝气郁节的情况,这也说明肝肾功能出现了异常就要及时的调理。 3. 贫血 如果是身体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的人,往往就会在手指甲上出现竖纹的情况。 尤其是对女性而言由于每个月都要经历月经的来临往往会出现贫血的情况,如果在手指甲上发现出现竖纹的情况。 就要考虑是不是出现了贫血,如果确定是贫血造成的,就应该多吃一些补血的食物,改善身体状况还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4. 遗传因素 如果是小孩子的手指甲上也会出现这种竖纹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由于遗传所造成的,这时就不用太过担心了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如果发现自己的指甲上出现竖纹的情况,就要考虑是不是由于以上的几种情况所造成的,看看女服和哪一种,就要对身体及时的保养,这样才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皮肤科主任皮鲜明教授介绍 理想状态下的假面应该是无纵横勾吻的 所以,一旦发现其表面变粗糙,无光泽,甚至出现明显的纵条纹,摸起来感觉勾获丛生,就可能意味着您的身体最近正处在疲劳状态中,并因此导致了体质虚弱,精神持续疲乏,免疫力下降等问题。 此外,维生素或维量元素缺乏也会导致条纹竖线。 如果指甲上出现下面这些竖纹,就要格外注意了,它们竟然是大病预兆,千万要小心。 指甲上出现竖纹竟是大病预兆。 有树纹,消化不好,营养不良,缺改。 不少人的指甲上都有或密或疏的棱状树纹,这种情况如果是短时出现,并很快会消失,通常是由于用脑过度,太过操劳,睡眠不足。 解决办法,此时应该争取多些时间进行休息。 如果树纹一直存在,则可能是体内器官的慢性病变。 首先是消化系统功能不好,营养不良。 还有专家认为,指甲上有棱可能是缺钙,引起的机体免疫力下降。 另外,有些人指甲上出现横纹,多数情况是生病时自然生成的。 解决办法,如果树纹较小关系不大,只需注意规律饮食,营养均衡即可。 有黑色树纹,肝衰弱,体内有毒素。 中医上认为指甲是依赖于肝血和肝气的荣养,肝肾的生理机能的旺盛,与否可以从指甲的色泽和形态上表现出来。 所以,通常认为,如果手指甲上出现了黑色树纹则可能是肝肾机能衰弱,毒素寄存体内的征兆。 解决办法,多吃补肝,补肾食物,如高蛋白质食物,鱼类海产品,豆类制品和奶制品。 有蓝色树纹,肺脏感染或肺炎。 如果树纹显蓝色,则说明身体缺氧,这可能是肺炎等肺脏感染迹象。 解决办法,多食用养肺的食物,如香梨,葡萄,石榴,萝卜,银耳等。 维生素A缺乏也会导致手指甲树纹出现明显增多,此时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A多的食物,比如。 蓝,苹果,枇杷,香蕉,桂圆,杏子,绿枝,西瓜,马齿菜,大白菜,季菜,番茄,茄子,南瓜,黄瓜,菠菜,绿豆,大米,胡桃仁。 指甲上的健康密码,不看后悔。 有斑点,可能是真菌感染。 如果指甲上有斑点,说明可能患有脚险,牛皮险等真菌感染的皮肤病,应及时去皮肤科就诊。 儿童的指甲上长白色斑点比较常见,可能是因为缺心或肚子里有虫子。 容易断裂,或因干血不足。 如果指甲十分柔软,脆薄,易断,指甲容易和甲床分离,很可能是干血不足,需要适量补充钙,蛋白质,胶原蛋白等,可多吃肉皮,提筋,猪手等。 此外,指甲周围如果频繁出现毛刺,多为虚症。 指甲变干,变脆,容易开裂或折断,指甲甲床畸形等,还可能是甲状腺疾病等,常见疾病所致。 凹陷,当心牛皮险。 塔玛拉·李欧博士说,指甲出现凹陷或起皱的情况,要当心牛皮险或原性关节炎。 有研究发现,有10%的牛皮险患者,最初症状就是指甲出现开裂或甲床凹陷。 甲床发红,警惕心脏病。 如果指甲床发红,要当心可能患有心脏病。 如果呈现灰白色或白色的话,则说明血液中红细胞偏少,很可能是因贫血导致的。 需要提醒的是,美国内科医师协会的发言人克里斯汀·莱恩明博士表示,上述指甲变化只是表明身体出现了某些健康问题的征兆之一,病情的最终确诊,还需要经过更详细的检查和诊治。 指甲其他病变情况,不可不知。 1. 红斑甲 指甲下有红斑点出现,说明毛细血管出现,其成因可能是由于高血压、皮肤病、心脏感染或一些潜在的严重疾病的存在。 2. 白色斑点 小孩的指甲上经常出现白色斑点,多鉴于肠胃机制,消化不良或虫肌或缺钙,可能是虫斑,说明体内有虫。 3. 如果成年人的指甲上出现白色斑点,则是营养不足的表现。 多鉴肝功能代谢或受损,特别是乙肝慢性病人。 习惯性便秘,长期造成肠,胃问乱也会出现点状白点。 一般营养不良的人容易出现指甲苍白的情况。 3. 白色指甲 如果指甲突然变白,则常见失血、休克等急症,或者是消化到出血等慢性疾病。 4. 纵勾甲 许多人操劳过度,睡眠不足,神经衰弱,会导致指甲出现纵纹,并特别注意健康状况。 如果纵纹一直存在,则是免疫功能差,体内某些器官存在着慢性病变,有可能是肝病的先兆,老年人的指甲如果出现纵纹,多是长期神经衰弱,机体衰老的象征。 横纹身粗者,表示一次严重的疾病。 5. 横钩 出现横钩甲 出现横钩一般是营养不良,也可能是熬夜,吃饭不规律造成的。 指甲横纹多且细着,多鉴于长期慢性消化系统疾病。 饮食稍不注意,就会出现腹痛、蟹蟹等症状。 5. 黑斑甲 黑斑甲比较严重说明身上可能有肿瘤、坏居。 6. 黑斑甲 表示脑部血液循环发生障碍的征兆。 6. 立斑 7. 亲子指甲 常见缺氧,淤血患者 工血不足缺氧,动脉硬化,血脂高胆固唇高。 8.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赵燕介绍,指甲的保养,一离不开健康饮食,二要经常锻炼身体。 8. 饮食方面,除经常食用具有补血作用的食物和药物之外,还需补充奶类、蛋类、豆类、鱼类等优质蛋白,以及黑米、黑木耳、坚果等食物。 8. 此外,由于手部处于全身经脉交汇处,平时应多注意手部的运动,尤其老年人可以玩玩健身球,搓搓核桃,经常摔摔手。 9. 平时要经常走动,行走时用脚趾抓地,可促进脚部血循环和直立。 8. 绿扎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